在荷尾都說另外當中心所演出的 看補西遊記錄台戲 參加表演的成員 是一位心心中愛的朋友所著想 一年來的訓練 讓大家看到他們的成長 我的小朋友是比較羞澀 他內向有時候是不喜歡講話的 有時候我們很少聽到他講話的聲音 可是我們從開始學布袋戲之後 我們發現小朋友心是打開的 然後他們願意講話 雖然這段女生的朋友學習力量 不像正常人那麼快 但是他們認真的精神 一處又一處不斷中學的練習 讓老師非常輕鬆 小朋友在過程中比認識的人比較認真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在說 我要把這個工作做得好 有時候在角色扮演的時候他會有困難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角色扮演裡頭 有一個就是那個他的小犬死了 然後我們的叔叔演這個口白 他說我們跟他講說 你能不能再有感情一點 叔叔說我沒有演小犬啊 我不知道小犬死了是要怎樣悲傷啊 報題戲的訓練 今年是第二年 二千戲齣的內容比頂住更困難 不過這齣成功的發表非常成功 未來希望可以挑戰更大的目標 那麼我們希望接下來可以到各個國小去表演 明天度我們要去考那個街頭藝人 小朋友知道的時候都非常的高興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街頭藝人之後呢 能夠讓小朋友有機會到各個不同的地方去做表演 透過這項價位 讓這項俱勢的朋友成長 當時也希望在順悔表演的過程當中 尊度寬佈的觀念 並且團成報題戲的文化 記者歡迎觀察給予報道